玉田有没有大将水准 我们看玉田的几场战斗 一个是跟凯多的大战 差点把凯多给砍了 但是他那一招如果砍中凯多 到底能不能杀死凯多 不知道 只知道极其凶险 那玉田跟白胡子 白胡子一边说着 这家伙有点棘手 一边挡住玉田 但是玉田在后续 对于白胡子的描绘是说 他没有见过这么强的男人 然后就是玉田跟罗杰 罗杰一个神臂 玉田就飞了 你从这一下就能看出 这俩人存在段位上的实力差别 海贼王的战力确实不是开玩笑的 玉田就差比较多了 动画之中是展现玉田跟甲巴打 甲巴是罗杰一伙的第三人 我是觉得甲巴比玉田要更强 然后我们再放到 20年前的合住国 玉田跟凯多的大战 凯多已经中了玉田一刀 从天空上掉下来 玉田要补刀的时候 给暗算了 玉田只中了凯多 一记狼牙棒 直接就昏死过去了 所以说玉田的实力是比较尴尬的 又是20年前的凯多 我说实话 我觉得玉田没有达到大将实力 接近大将 大将的话 那是海军那边的最高战力代表 对不对 你说雷利能到大将水准的话 那我觉得没问题 玉田的话 我觉得还差一点 好 谢谢 谢谢 好